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它 然后关于它的配置 我将进行一下简单的概述 因为在最开始的第一次课程中 我们已经讲解了如何配置 它的配置相比于第一节课中更下的简单 我们将继续讲解一下sdlo image的使用方式 学习会sdlo image的使用方式之后 其余的库文件我们都会使用了 最后一点就是对代码进行一下讲解 关于对代码讲解 我主要采用对比的方式 和上一节课中的代码进行一下对比 大家就会很容易的理解 并且记住它 首先关于sdlo image的配置 我们首先登陆这个网站 然后选择 关于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 选择第三个 我们下载它 下载之后 进行解压 解压之后 我们会得到如下几个文件 解压之后 我们会得到这几个文件 分别是include和theidlo文件加几个sdlo文件 我们需要将Include里面的sql.image 放在我们之前已就点好的sql文件 sqlIncludesql里面 我们需要将sql.image复制进来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sql.image文件加的lib文件里面的x86 放入我们sql.image的相互位置里面 然后关于它的.dll文件我们需要放在我们的sql.image文件下面 然后将这几个.dll文件全部复制进来 复制之后我们需要在codeblock里面进行下配置 和第一节课中讲的一样 在fitting compiler里面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这个后面加一下 -sql.image 就完成了我们的配置 关于sql的配置 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下简单的演示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它的配置是比较简单的 很容易操作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使用它 为什么要使用它 因为当我们使用了sql.image扩展库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载bmp,pnm,pngs的格式的图片 使用了扩展库 我们可以打破sql固有的对其他图片不支持的特性 因为sql只支持bmp格式的图片 在这里面我们配置好了环境 我们配置好了环境 就将对代码进行一下讲解 在对代码讲解之前 我将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它 因为使用了sql.image扩展库之后 我们可以加载png图片 png图片最大的特点就是 无损压缩特性 它在我们以后的兼程 并且把它使用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演示一下 sql扩展库中 image扩展库的和sql固有的sql.image扩展库的 bmp函数的区别 接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代码了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库是我们在上一节课中所用到的 我运行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中所利用到的程序 所展示出来的方面 接下来我们既然要使用sql sql image我们就需要把他的库文件包含进来 sql-sql image.h 接下来我们已经把sql image包含进我们的头文件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改动 我们就能使用sql它的扩展库的文件了 在这里面代码中我们只需要将这个改成image image.load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配置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图片格式已经改成了png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将图片的sql load image改成了png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可以加载png格式的图片了 刚才我已经为大家对比了一下 使用sql image扩展库和不使用sql image扩展库的区别 它们只有两个区别 一个是加载函数名不一样 第二个区别就是它们需要加上一个库文件 接下来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为大家讲解了一下sql扩展库的一些简单的知识 还有它的配置 还有在我们上一节课中讲解的代码 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下小小的改动 就实现了我们这节课中所学习内容的应用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我可以发邮件给我 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一下课下作业 大家一定要认真完成 在上节课中我已经将代码 代码的附件发在我的视频下面了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然后可以仿照代码自己写一下 然后练习 熟练的练习和掌握才能对我们今后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熟悉这些课中我们所讲的sql扩展库的应用 接下来做一下课程的前瞻 在下一个课中我将讲解一下非常重要的内容 事件驱动 关于事件驱动简单的说就是你按下了一个按键 就可以执行你需要的事件 比如你按下了ese就可以退出这个文件 上下左右就可以移动这个图片的移动 学习完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进行一下简单的游戏的操作 在下期课中我们主要围绕sql引用的这个函数进行讲解 谢谢大家观看